伊万卡特朗普 出生于1981年10月30日 现在是白宫无薪资的非正式顾问职务 是美国总统的女儿 世界超级名模 纽约特朗普集团的副总裁 在世人看来 这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女人 不过是一个靠着父亲光环成长的富二代罢了 但是从媒体所报的伊万卡 可并非普通的富二代那么简单 伊万卡 特朗普严苛的成长环境 从小伊万卡并非要封得封要语得语 从小炮打工正取零花钱 父母只提供足够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连电话费都要自己付 于是高中阶段的伊万卡 就在精锐模特管理公司 找到一份普特兼职的工作 在公司包装下 伊万卡模特事业进展顺利 靠着自身的努力和天生的资质 出现在著名时装杂志Air和魅力的那夜中 还成为17岁杂志的封面女郎 并顺利成为美国妙龄小姐选美比赛的主持人 良好的教育背景 伊万卡在教育方面 当然和大都富二代一样 其父母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资源 从小在Joltz私立技术学校上学 而毕业后进入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读书 二年后 伊万卡转到其父亲的母校沃顿商学院 其良好的教育背景 锻炼了他良好的个人素质 优雅的谈吐 得体的着装 为其父亲特朗普的竞选增色不少 脚踏实地的成长经历 毕业后的伊万卡 并没有立即进入其父亲的特朗普集团 而是到同为房地产公司的福里斯特成 合伙公司工作担任零售部的项目经理 其自己的解释是需要去别的房地产公司工作 要从头了解房地产公司的运作模式 了解其他公司的经验 考得经验的积累 24岁的特朗普回到了特朗普集团担任副总裁 而如今的特朗普 已经成为了美国白宫的无薪资 非正式顾问 同时为其父亲打理着超级商界特朗普集团 同时拥有自己的珠宝品牌 拥有自己幸福家庭 其成长经历 奋斗时 与其父亲提供的物质条件 有着必然的联系 但是也与其自身的努力和奋斗分不开 所以作为寒精钥匙出生的伊万卡 都需要努力 你还犹豫什么呢 另外来几张伊万卡模特时期的照片 算是福利了 伊万卡超模写真 一万卡超模写真